来 二哥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 那小兔崽子 让皇上把腰牌给收了 还立马就跟那小公鸡 去了关子一样 蔫儿了 老三 那几个静难遗孤的叛徒 你是不是交给那小子了 老二 这事你还真得感谢我 你事情做得不密 已经让皇上起疑心了 要不然那小兔崽子 怎么敢公然上门叫阵 我不还不行哪 老三 你竟敢在我背后捅刀 你也够狠的你 来人 给我水呀 人若是死了 王爷怪罪下来 你们担待的喜骂 给我水 来 喝口水 那几个人在哪儿 我要带回去 那几个人在哪儿 我要带回去 不行 那几个人啊 你弟弟我留着算是个护身符 不过 不过 老二 这事你做得不地道 静难遗孤这么大事 你瞒着我 现在惹了这么大麻烦 你是不是得给我说清楚啊 江南这几个藏书世家 捐赠的送版书 我看真伪都有 去得清查 我听说 这些江南士族最是小气 听说边涌了大典征书 找了一群古董贩子 星夜刁板印刷 纸赃作旧 洒兔迷阵的眼睛 不想活了 我看你 皇上 你这是听谁说的 不是吗 我就是担心 怕是你自己琢磨的 这永乐大典本来是美事 又不是打仗 搞得血雨腥风的 可就没意思了 我过去对南方的大家族 就很不喜欢 正当的时候 给朝廷出钱出力的就是他们 我还得巴结了他们 太孙 皇上正跟国师谈事呢 说 Becky 太孙 得不仅 为了 不仅有种 没有 与乌子 去 背头 我都迟了 好好跟皇上说话 什么规矩 我知道 爷爷是嫌我办事情太儿戏 可是爷爷 您为了找建文 提起四处千帆入海 在我看来也是儿戏 我爹跟我说 说靖难时 我军所使用的兵器 是爷爷 在朱眷的地底下打造出来的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爷爷是想告诉我 大正旗鼓未必会有成绩 可奉唱作戏 也有弦外之音哪 这就不想有个动作戏 这就简直是靖难时 这就有个动作戏 让我看见 那不算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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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我给的 就说 挖赌钱赢的 猴仔的也聪明 行 安他把老二的钱给喽 蒙蒙长 我二叔这么欺负人 也就您捧他的仓 你还真是个孩子 我得教教你啊 咱们爷们几个把钱出了 你还真是个孩子 文武百官能干看着吗 他们当官那么多年 贪污那么多钱 留着干吗呀 不多捐点 老二这手干得还真不赖 你回吧 以后没有别的事不要乱闯 不好 规矩就是规矩 除了事我也护不了你 是 是 他是 和人是 是 有点 是 是 是 找人 你 来 怎么了 没事 认识你那么久 还从没见你这副样子 我御前行走的腰牌 让我爷爷给收了 要不是我还有点余威 他们都不会让我尽前来 你现在是我爷爷的心头肉 我呢 就是 一个没用的皇太孙 可你不是说我是个亲犯吗 想想吧 商誉之后打算去哪儿啊 你真打算送我走啊 喂 黄大人 我爹呢 他们在哪儿啊 说了你别着急 他们叫人抓走了 谁抓的 我不知道 不过 我会帮你查 你该不会是看上 这块风水宝地了吧 我说了 做皇上身边的红人 过得是鸣枪一挡暗箭难防的日子 我有腰牌傍身的时候 我可以肆无忌惮 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没了腰牌 我就是一个有贤无职的废人 爷爷在我眼前射箭 背对着我 只有十张 我竟无法上前 都怪我先前立功心切啊 我爹虽然是太子 但性格懦弱 遥遥欲坠 我爷爷老了 心里有话不予人说 谁也猜不透 一旦我二叔三叔得了识 我这条小命就不保了 你看我先前 整天忙活得热热闹闹 其实 我是在走刀刃 我不该把你拉进来 可是你已经把我拉进来了 我们朱家要变天了 要走赶紧走 我不想再多一个冤魂 再说你留在我身边 会让我挂念的 让我心里闹腾 再挪二十步 再挪二十步 爹 够远吗 好了 好 爹 是死把子没意思 这鸟也多 老和尚不让啊 这鸟也不让你 射得好 说是有干天和啊 再射呀 就让回去 我是紫杯 好剑法 你不让我去 没头瓦 爹 您坐 刚刚爹说了要走 儿子还真有话想说 爹一直住在精明寺里 也不是个办法 不回去 儿子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干活干累了 怎么会 爹几十年下来 都没说累呀 那不一样 我几十年只干我熟的事 跟各地官员 狗鼻叨叨地扯淡 我干不下来 老大有这个耐心 你天天不说 自己比老大强吗 你也试试 不 爹 我什么时候怎么说过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的性子 您还不知道吗 又要强吧 又不是坏事 我要再有二十年 产兵关怀势力 我们有时间 我好好调教你 熟悉一下内政 通白杜 上回 儿子被爹教训了一番之后 一直谨慎守命 尊重老大 我不希望让别人误以为我 觊觎大卫 我上战场拼命没问题呀 其他的 我也什么都不会了 生气了 没有 怎么会呢 你托我查的事情我查了 可是没什么头绪 他们是死是活 都被藏得严严实实 你不是说你神童广大吗 没了腰牌 我就是孤家寡人 现在朝内朝外都知道 是我二叔在监国 所以没人敢巴结我 我想打听点什么 比登天都难 这壶酒成不了江河 更祭奠不了那冤魂 所以我答应你们 一定尽全力 去弥补景难的错误 但你也得答应我 好好地活着 为了大明的文脉 为了那三万多人 为了你自己 因为只有活着 这些事情才有希望 如果你们要见建文皇帝 那就先找到他们 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没什么事要跟我说 没什么事要走吧 爹 大哥捐了一万两银子 本来吧 这些钱也不是非捐不可的 他那点破家具也没人要 凭那几副对子 我说是要是大仗 当哪能卖出一万两银子来 儿子心里面只是有点忧虑 忧虑 我怕大哥情急之下 拿了外观的钱 这反味不美 这钱是哪儿来的呀 你没问问 这张分享 我说是不是 谁还想要 你没问他们 我呢 我又不有房仇 你怎么会 那么你 他你还想赴 这变得 他 你 我 我 我们 老三 老三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老三 此伤皇上的人都还没抓到 还整天搞得神神秘秘的 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老三就没成过事了 你得替我好好敲打他 有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您哪 管不了了 您龙惊虎某 我们还等着 过几天去给朴妃贺喜呢 滚吧 看着你们就烦 滚 禀告太孙 他们在赵王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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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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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有没有个喘气的 参见贵妃 来人哪 她 她好像出去散步了 也不让我们跟着 快去找啊 是 又怎么了 妹妹 你这是去哪儿了 这每天吃了睡 睡了吃的 就跟猪似的 我出去逛我还不行了 你要到哪儿去逛啊 宫里的太医 来给你请喜脉来了 我累了 改天吧 那 那我明儿再来吧 既然是累了 还是该多多休息的好 为什么 我每回见了你的时候 你都跟个鸟儿一样啊 我这一门 是靠走所来顿悟的 你有师父教吗 我这一门 道我是第六师 从小师父就教我走所 你要想学 我可以教你 我 我 不敢 最高的时候 向上可以走入万刃悬崖 而面不改色 向下 可以一直走入千丈深谷里去 别挺他吹牛了 这是妙 要可都给佛祖科去 不用行礼了 那臭小子不是答应了带你去大清吗 这就回来了 他说有要事 他有什么要事啊 他说 要医皇上的心病 这难道不是要事吗 跟我来 你们去哪儿了 眉山 眉山 那有什么意思 他说要替本朝 从喉咙里面拔掉一根刺 安宁的心 没有用的 我不喜欢住在宫里啊 这么多年 总是听见枯声 他说要安皇上的心 我说了 如何啊 我说了 你不必跪 皇上说过的 但有恩赏 无有不可 我这里 替大明文脉三万人 败上永乐 愿化解恩怨 清洗血污 从此山河无恙 波澜不惊 你要想吃什么 就跟胡尚仪说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等着喜训呢 老皇上这把年纪了 如果还能有一个皇子 哪怕就是一个公主 那也是天大的好事啊 到时候你这喜脉一确定啊 你就会迁到两镜的院子 那个时候你的宫女啊 太监啊 都是最好的 起来吧 起来吧 我一辈子从不许诺啊 姑娘 你如果能把建文帝 带来建我 前尘往事一笔勾销 这三万人 定当无恙回京 天地神灵共剑 天地神灵共剑 若为此事啊 死于非命 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没用 您得把这话 亲自告诉皇太孙才行 你接他来 他说他没有腰牌 不能实施亲近御前 这个臭小子 我是拿他开开玩笑的 天笑还真给我较之了还 你 走 摔疼了没有啊 手下的人不懂事 多有得罪 是 是 太孙 你太过分了 你这是做什么 我可是朝廷大臣 你这是干什么呀 行吧 皇甫先生 咱俩就别斗着玩了 我没有耐心陪着你聊 给你介绍一个熟人 让你friends 冨友 国子 做纪律信 官也是 我嫉妒还想 壮事 最后害了自己 你明明知道 汉王就是皇爷 还要拿我们的命 去和皇上下棋 皇父先生 你是想保你自己的官位 还是另有所图 我要做什么 怎是你能懂的 从我们精精要刺杀 我就知道 有人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人是你 皇父先生 跟着我二叔 也捞不着什么好处 不如咱们之间谈一谈合作 我可不是不受诚信的人 我还是要求你 太孙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你觉得我会像这小姑娘一样 忘了父母的大仇 那你可把我看错了 看错的人是你 我中间之后 一直住在鸡鸣寺里面 我听到了不少又去的事情 你想听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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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几个同伙 五个人 两个半程可上 找工匠做了剑奴 东西 都是同伙带起来的 跟皇上说话 眼睛要看地 还能让他没有 他也俩 你还想要 这些人 他也想要 他也想要 我 你也想要 他也想要 你 他也想要 我 他也想要 完整 他也想要 他也想要 我们去看 血腥味太重 给他弄走 你看会不会是他 第二天就去问过了 老二虽然野心大 但和他单人勾结 恐怕他未必看得上 老二跟那些静难遗孤 是怎么个事情啊 这个他讳莫如深 我也不敢问他太喜 大了一辈子鹰 还真让他把眼叼了 我看不出他有多的出息 汉王府的书官 有一个叫皇府的 老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来问 我查了这个人的底细 他不叫皇府 从名字到字里都是假的 应该就是老二和静难遗孤 之间的联络官 最近 这个皇府把事情办砸了 皇上有兴趣 我把他补了 问问 皇上有兴趣的 你以为就凭这几句话 就能把我给吓唬住吗 我从来没有想要吓唬过您 皇府先生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爹 您是我最敬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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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要拿我们的命 去换你的官职 你整天问我们 有没有忘记父母的大仇 我也想问 你忘了吗 你没此刻问我 自作聪明的人真是可笑啊 我看门见山吧 我要那三个人活着 不过呢 你得陪我演出戏 别着急摇头 先听听我开的什么家 我现在已经听听了 我看见山的 我去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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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听说 你去听听 我去听听 不饿喜也不能落在后边了 王爷现在坚果同不出空来 三爷办案又是昏天黑地的 我俩要是再不来 岂非失了礼 喜 喜脉真的倾下来了 这么小的叔叔还真是少见哪 应该说这么年轻的娘 才真正是少见哪 我呀 同你一起过去 嫖妃那边 老爷子那边 将来要是问起来了 别说我们做儿媳妇的呀 不敬尊长 太子妃怎么讲 她呀 芭城帮着太子卖家具呢 嫖妃的起居饮食 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喜脉没请下来之前 最是关系重大 太子妃也不会去她宫里 这个大规矩我还是要守的 如果真是要有了喜讯 我怕善想 第一时间只会给二位王妃 那你看哪 她现在像是有喜脉的样子吗 你还竖着耳朵听什么 一会儿饭菜凉了 稍有一点儿不舒服 我挖你的心出来 去 一点儿规矩都不懂 知道什么叫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冷菜冷饭的都敢往上端 成什么样子 别以为皇上在鸡鸣寺 眼睛看不见 你要是不守规矩 先过不了我这关 我看 得了 锣鼓听音 上仪既然那么在意 我们就不去了 可就一样 您是宫里的上仪 不是她太子妃的 有什么事 您得告诉我们 到了皇上跟前 别敬落我们的不是啊 你怎么跟个螃蟹似的 走了这么远的路 又不让蒙地上搁 不让我看 下次我学安贵妃 顶头上 跟谁学的 胡说八道开主子玩笑 再让我听见 定打不饶 姑姑姑 我也是外邦供奉来的 这次虽说换了忌尸 但你们也得给我盯紧喽 铁炮里不许出现 杀眼的情况 不然我向你们问罪 是 王爷 皇妇先生在外面等着你 王爷 那几个人已经找到了 但前扯出来的事 还真不少 不止王爷 敢不敢听 给个名字吧 给个名字 不能睡 不能睡 来 好好想想 是不是汉王 给个名字 谁啊 刚才不是告诉你 谁都不能进来吗 二哥 你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 这儿太脏了 走 上去陪你喝茶去 我是想问问他到底招了没有 你要是想逼他承认我是宫里的内应 也得让他看清我的模样 把故事编圆了才写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 二哥 你坚果 长着前面的大事儿 这些小小不燃鸡鸣狗盗 他交给我就行了 刺杀皇帝算是鸡鸣狗盗 老三 你 你 了不起 都是替爹办事儿嘛 那当然 老三 来呀 过来 本人 后期 虎松 口吔 不 我可是给了你机会啊 你要是想做我的敌人 你就扣着 你说的谁啊 别忘了啊 还有口气啊 你是建文旧臣 你知道建文在哪儿 听说 皇上派郑和下海去找了 现在送你们去扒皮 把事做痛快了 你还有机会说吗 始作俑者 岂无后果 你要是不怕别人 扒你的皮 你大可如此 老二给你什么 我给你什么 再加一杯 想做官吗 王爷保健总还是可以的 王爷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 你骗了我 我恨爱竖心 让他把你那些 扒皮的东西拿进来 让我瞧瞧 皇上口谕 赵王携亲犯觐见 把人押下来 下来 大侄子 三叔 你要实在闲得没事 三叔在北镇府司 帮你找个差事 你老这么晃来晃去 又见不着皇上 有意思没有啊 三叔 圣上口谕 圣公安 正安 口谕 随马车而来的案犯 徐兵聂兴孙渝 随旨觐见 让你三叔跟外边后着 我后着 这人可是我押来的 见不着皇上 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 口谕还没说完呢 说呀 让你三叔在外边后着 有一个跟他一样蠢的人 要见他 让他们俩商量好了 怎么骗朕 再进来 带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